今天苹果体验店门口排起了长队 今天是10月23号北京三里屯 这些都是排队要进苹果店取货的 这边站着都是取货的 如果只是看看不买的呢 在这边排队 这边是只是看看 然后并不买的人 你们看 这个进去看的人呢 在这边排队 刚才那边是取货的人 现在不管是取货的还是随便看看的呀 都已经排起了超长的长队 这里是北京三里屯 中国第一家苹果APP十多店 这个是三里屯的 哇 现在搞得很漂亮 你看马上就是圣诞节2020年的 那边是三里屯搜后 这边呢 这都属于三里屯太古里 这个地方的地位啊 跟那个成都啊 跟成都的那个 成都也是一个太古里 还是什么玩意 就是春夕路那个 这就是苹果iphone十二 苹果iphone十二上市 这个摆出的样机 可以拿到真机的 这个我今天我就不打算进去了 因为人太多了 估计这个周末人都会特别多 然后苹果体验店门口 我已经看到有黄牛挡 他们这个有的 有十几部苹果iphone十二 他们有现货 这个不知道这些防牛挡 哇 这个苹果好多年都没有这么排队了 现在又这么排队了 好吧 给大家看一下三里屯 三里屯长什么样子吧 顺便看看三里屯长什么样子 这就是北京三里屯秋天到了 现在北京呢 这个香山红叶红的 这个圆明园 颐和园 这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呢 这个秋天叶子都黄了 都很漂亮 北京现在进屋了最好的季节 不过呢 我去了很多地方之后啊 很多人都羡慕我 特别是我昨天晚上去那个 故宫后面的景山 因为很多人的苹果手机 他只有两倍变焦 拍的效果特别差 但在视频摄像方面呢 因为我还没有试过 我个人感觉的话 可能还是苹果要稍微好一点 尤其是因为华为是曲面屏嘛 他在剪辑视频呢 这个另外就是屏幕方面呢 这个iPhone 12 Pro呢 是全系列 从拍摄到剪辑都支持这个杜比世界 他在这个视频方面的实力啊 确实还是很强大 这就是2020年 10月23号星期五的晚上 这个北京三里屯晚上七点半钟 特别热闹 这么多人呢 可能很多人都是冲着苹果店来的 当然他们有 他们看到人多了 可能也不进去提货 也不进去摸摸样机 可能就改天再来吧 因为那个排队太长了 不就要排个八小时才能进去 而且进去了吧 这个又要排队 等别人摸完了 你才能摸对不对 所以这个今天呢 我也不打算去摸了 但这个盛况啊 确实令我感到很震惊